并不是为了攻击星巴克而攻击星巴克 我先跟星巴克的粉丝们说一下 我要攻击一下来 本节目由无人赞助 独家赞助播出 大家好 我是毛毛 Sara 前段时间王师傅直播的时候说 星巴克的巴斯克蛋糕非常好吃 是真的还可以 所以今天你带我来尝一尝好吗 我没有吃过 但是我们两个吃星巴克不会被打出来吗 这应该就不会认出我了 我们这个充吃量也就是盲人吃星巴克 虽然有很多同学叫我们不要去 但是点赞到了我们还是得去的 上期视频的点赞到28万了 他们要是把我赶去 他们就坐门口吃 事先声明一下 我们现在坐外面不是因为被赶出来了 另外面里面被坐满了 但是里面80%都是中年老阿姨 桌上一般都每个人点一杯饮料嘛 就阿姨们在这边坐一下午 聊聊天嘎嘎三福 本来我以为星巴克里面 会有年轻人在那边拿着几只板办公 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了 我跟你们说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来星巴克 我在家里点过外卖嘛 但是我从来没有来店里做过 我还挺喜欢喝这个点 这是冰沙嘛 这个东西以前它是没有净品的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怎么喝冰沙 我喝这东西频率顶多一个月一次 这一期对于我来说不是专业的范围 因为我一般都喝可乐 但是上一期王师傅说过 他除了拍视频是不喝可乐的 要不是为了做节目 我根本不会喝他的 他们家店里一共只有卖4种蛋糕 所以我们全都点了一面 巴斯克蛋糕和芝士蛋糕的区别是什么呢 百度百度上说的 巴斯克蛋糕长得很丑 而芝士蛋糕长得很好看 我已经吃过一次了 那次我突然想点星巴克 只剩下这个了 然后我就把它买了 这像是一个很大的主要蛋糕 酸奶的味道 然后又不会特别甜 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太好吃了 这多少钱 35块 你点逼逼逼全花50块钱 可以点三个人喝三顿的 有没有 这个是经典瑞士卷 当手动转圈圈 瑞士卷要直接拿着可 就这个很普通的瑞士卷 它就是外面蛋糕 中间包一圈奶油 这个奶油它不会特别腻 就有一点点像冰淇淋的感觉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 蛋糕包奶油 就不要了 这个是他们家的纽约芝士蛋糕 这是奶油和刚刚的奶油有点区别 它是酸奶油 致酸 你要配合下面芝士饮食 是不是觉得这口感很奇妙 太酸了 你要吃芝士蛋糕 推荐你另外一家店 叫Cheesecake Factory 我觉得这个芝士蛋糕不是特别好吃 这是他们家的 这是他们家的 提拉米苏蛋糕 它这是咖啡味吉拉米苏蛋糕 它很苦对吧 苦味很重 然后甜味也很重 就在外面吃甜品 越吃越腻 越吃越热 现在是上海时间的四点 一个男人刚刚从劳累的工作当中 醒了过来 入门以后坐在大太阳底下吃蛋糕 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的绝望的 很想喝一杯冰的水 什么点点饮料 以前印象当中的茶一般都是喝热的 但是现在也流行起了冰的茶饮料 甚至星巴克他自己也开始做茶饮料的 我们今天正好点了几杯 他前段时间新出的茶碗 他们三个味道 这个就是葡萄 这个是柚子 柠檬柚子 百香果桃子 这杯38块钱 38块钱 我看它的外表目测大概25左右 30块有点贵 是不是觉得这个味道特别熟悉 这个不行 这个是谁一杯 四道杯装的味犬 美日C的葡萄汁 对 你这么说很像 只是里面多了一点葡萄粒 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星巴克提供的是纸吸管 你这个葡萄粒根本吸不上来 粉泥又又长 我觉得这个系列好难喝 就是很多糖浆对在一起的味道 第一口进去是苦 然后酸出来了 所以你的表情会这样 然后再很甜的底味又出来了 这银子这三个里面最好喝的 这三个东西除了里面多加一点果粒之外 其他都跟超市卖的那种瓶装的饮料 没有多大区别 它每一份卖38块钱 如果是18块钱都有点贵的 2022年的他们还推出这种样子的饮料 我其实都没有想到 别的都能接受 因为我茶火 我们做一下果茶也是正常的 虽然我是星巴克 我做的是咖啡 但是我要为了中国人的果 去做一些像茶一样的饮料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38块钱有点太贵了 我们拿现在市面上卖的最贵的饮料 洗茶过来很像醉皮家 巧了就是这家店昨地 这个是38块钱 这个是28块钱 这个28块钱 对的 你这个也蛮贵的 你这要倒脸上了 这个完爆这个比它好喝太多了 这不是一个水瓶的东西 这个东西喝到嘴里 没有那种很清新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它放了乌龙茶的原因 它里面的果肉也没有它完整 因为它这个吸管 可以完整的吸洗一块果肉 然后也会卡住气 它设计的是真的很用心 我不得不说28的完爆38的 冰粉泥又有茶 它的苦味和它的酸味太明显了 而且是明显的糖浆的味道 这个地下开了个贵盐铺 我要让你尝尝贵盐铺的 豆瓶茶什么味道 所以我给你买一个 我跟大家说我平时都不喝这种饮料的 我是一个喜欢经典的人 所以我喝奶茶都是喝珍珠奶茶 来 这是贵盐铺的红柚柠檬茶 反正量都比它大 这杯18块钱 这杯38块钱 别家的茶饮料 你喝到嘴里的感觉都是比较清新的感觉 提巴克的这个到嘴里的感觉 都是那种很厚重 它们的柚子果肉是存在底下的 而它们的柚子果肉是伏在上面 城底下的好处就是 你吸的时候可以把它一起吸起来 它们的是你想怎么吸都吸不到的 这个是三个里面最好喝的 这时候拿出刷手锏 这个是我大蜜水冰城的蜜桃刺激菌 连7块钱一杯的奶茶用的 都是这个可浆解吸管 金巴克还在用纸吸管 假设它们的环保程度是一样的 肯定是这个好 因为这个大 还有纸吸管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们看我在里面插了这么久以后 它下面已经泡胀了 下面软掉了 你一熬它就断了 这个东西是体验很差的一个部分 这个东西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在 对吧 你快尝一口 在这个对评当中星马克赢了 这个确实没那么好喝 评价一个东西有很多维度 一个38的饮料和一个7块钱的饮料比 光考论口味的话 我觉得38的好喝一点点 但是你考虑到价格 就一切都大不一样了 这里可能会有同学说我们捧衣彩衣了 但你们注意我们不是捧衣彩衣是对的 去年那个星马克的事情之后 我都一直没发表过什么评论 其实大家看我们这么多节目 也发现我评价餐厅 其实我是很给面子的 所以你们会觉得我吃什么食物 都觉得还蛮好吃的 我不是不给面子 因为你随便去吃一家店 你吃了以后 你觉得它好吃不好吃都很正常 但是你看了我的视频 你去吃了它 如果我说它好吃 你觉得它不好吃 那问题就很大了 我这是考虑到这一点 我才不会无脑说好吃 除非我真的觉得它很好吃 你不点咖啡吗 你会喝咖啡吗 我不会喝咖啡 因为我们对于咖啡的理解 并不是很透彻 所以我们今天就测了一下 他们新出的茶饮料 也看到了很多同类的商品 顺便比较一下嘛 我觉得这个比较都是很客观的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 看看客观不客观嘛 并不是为了攻击星巴克 而攻击星巴克 我先跟星巴克的粉丝们说一下 以前星巴克的店里的装修 我觉得是高于边上的别的店 所以你坐在星巴克里面 吹着空调 然后拿一个小电脑 在那边办公一下 我确实是一件挺有面子的事情 放在10年前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喜茶装修的比星巴克高级 比星巴克好看的 说实话近几年 洋品牌想从我们中国人市场赚到钱 就是越来越难了 国内的品牌做的真的越来越好了 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国产品牌 支持国货 早日收 好 多的就不多说了 今天你说话很多了 也不希望星巴克可以多吸取一下自身的问题 爱吸取不吸取 记得关注王叔父和小娃娃的账号 还有给我们视频点赞投币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期我实在是打不出格 我要是隔壁吃碗面 我现在好难受喝了这么多饮料 又到了万众期待的读读 有评论可以读啦 今天有个评论说 毛茂你的男嘉宾说穿搭号起不来 你能不能在直播的时候去当面教育团 你看他第一期100万 第二期10万 我觉得他做穿搭视频 不如我做穿搭视频 对 但是我没时间 所以为什么他要做穿搭视频跟大家说一下 希望能把我个人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吗 因为我跟这个人说 这个人听不懂 我其实是听不懂 而且是没兴趣听 甚至都不会评价他 那我评价啥呢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跟他评价吗 因为跟他评价很累 你又不能攻击他 你说他好他又觉得敷衍 你为什么要攻击我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说第二期吧 大家会说他穿的看上去很壮 你们说他看了就还好 我说他看了就很生气啊 所以就不能说啊 那我只能说好 他又觉得很敷衍 那怎么办呢 你又不能说实话 我这么难以复发 对啊 之后我的那个账号 还是会分享更多我的生活给大家 大家自己不要多看 要推荐给自己的女性朋友看